曹雪中有一个历史悬案 就是曹家被钞之谜 一直是学者们争执的焦点 要破解这个谜案 先要从曹雪芹的家事说起 远的略去 曹雪芹的先祖中的一只 在明代末年时 迁居到山海关外京辽东铁岭 任首边五职 后来被努尔哈赤击破俘虏 成为清正白旗的一名包衣 奴隶 清君入关后 隶属内务府 世代为奴 出身下贱 康熹幼年生母早逝 全靠一位保姆抚养 康熹对此终身感恩不忘 这位保姆就是曹雪芹的曾祖母 康熹即位后不久 就派曹雪芹的曾祖父曹喜 到江宁任制造监督 掌管江南为宫中所需的衣服 绸缎等高档私制品 本来是每年轮换的江宁 制造到了曹喜任上 由于受到康熹的特别恩典 改为终身任职 不仅如此 就连曹喜的子孙也特许继任 可谓显赫一时 然而 到了曹雪芹的父辈这一代 曹家已经显露败继 先是曹喜的长子曹寅病逝 改由曹寅之子曹鱼继任 可是曹鱼不久也病亡了 康熹不忍其祠母之家如此衰败 就特许曹寅弟弟曹轩的孩子曹府 过继给曹寅 继任江宁之造 此时曹府尚小 而康熹已经晚年 大厦江青 曹家的命运岌岌可危 康熹驾崩后 雍正皇帝即位 雍正五年12月24日 上遇着江南总督范时役 查封曹府家产 按照当时的异地条件 上遇到江宁 江南总督范时役执行查抄 当已在雍正六年正月15日 元宵前后 所以历史上认定的曹家 被抄时间应该是在雍正六年正月 而对于被查抄的原因 则众说纷纭 结论不同 成为曹学迷暗之一 先听听在央视百家讲坛 栏目中开讲的刘新武先生 是怎么说的 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小说 《中古楼》成名的作家 在90年代后 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 他的央视讲坛对红学在民间的普及 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刘新武先生说 1728年 雍正六年 曹家终于败落 直接原因之一 是查出了曹雪芹的父亲 曹府替雍正的政敌塞斯黑 藏匿了忌顿 他家的一对本身连坐 五尺六寸的金狮子 允堂明明已经失事 鱼制丝柱的金狮子 明明是一种标志着夺权野心的东西 曹府为什么肯敢于替其藏匿 刘先生接着又说 如果所藏不仅是金狮子 更是活人 比如说塞斯黑的女儿 那就不仅是家道中心 而是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了 但我以为 第75回所写的 荣国府替被罪的真家藏匿财物一罪 确实还不是整个贾氏家族的首罪 更非造型的开端 因为宁国府的贾真 藏匿的不是一般的罪家 也不是其财产 而是大活人 秦可卿 如果说曹家因藏匿金狮子 被抄家是刘先生 根据后来发生历史事件推断的结论的话 那么 曹家藏匿塞斯黑的女儿 以及此人 就是《红楼梦》中的秦可卿 这个推断就是刘新武先生文学家的艺术想象了 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 事实上 刘新武先生的结论 代表了曹家被抄的政治原因说 只不过刘先生把政治原因 做了文学的联想和发挥吧 与刘先生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周汝昌先生 周先生在他的《红学》普及读本《红楼小讲》中写道 谁想数年之后 即有一场大难临头 家破人亡 几乎遭到灭门之祸 原来 康熙帝的诸位皇子早有预谋四位人的暗争 最后由其第四子应征 以阴谋手段取得地位 视为雍正帝 他得事后 一力铲除一己的党派 包括皇室骨肉手足 康熙的亲人 内务府知情的包衣 最后连助他某位的功臣 也难逃厄运 因此 曹家以内务府包衣 先朝亲信 与雍正的抵挡多有旧义等关系 遂以所顾借口抄家 获罪 歹问家事的严酷惩治 与周汝昌先生 和刘新武先生的政治说 相对的是经济原因说 他们认为 曹家经济的巨大亏空 是曹家被抄的主要原因 而曹家的亏欠 主要是在曹营任上 逐渐积累起来的 曹营任内 曾经四次接驾康熙 每次的排场 自然极其奢华 曹家不断修建和扩建行工 花园 甚至开挖河道 供皇帝的游船出入 花费已经远远超出了 曹家的承受能力 如康熙51年 内务府奏祥和乌罗图查算 西花园工程用营布时 应与益处折称 曹营在西花园修建房屋 挖河 堆铺案等项工程 用营11万余两 修建房屋 亭子 船只 雨搭 帘子等项 用营77000余两 从中可见一般 曹雪晴在 《红楼梦》第16回 通过赵嬷嬷之口 说出了真家 及曹家 接驾花费的情况 矮夭夭 好适派 读他家接驾四次 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 告诉谁 谁也不信的 别讲银子成了土泥 平时世上所有的 没有不是堆山色海的 罪过可惜四个字 道顾不得了 曹家亏欠的数额 可能是相当巨大的 曹府在康熙52年的 奏折中说 窃奴财富赢去年身故 和门万岁 天高地厚红恩 连念奴才母子孤寡无依 钱粮补欠未完 特命李旭代任两怀岩差一年 将所得因共58万6千两 所以制造各项钱粮 及贷商完欠 李旭与奴才眼同 巨蚁解补清完 共54万9千6百余两 康熙55年 又发现还有曹银在世时 所欠债务计26万3千余两 而这些亏空 是当时的曹家 根本无力偿还的 曹家的亏欠 在康熙时 已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曹家和康熙 都已十分清醒地认识到 他的严重性 曹家更加意识到 他与自己的身家性命攸关了 但是只要康熙在位 靠老皇帝的恩典 曹家还能勉强过关 但是康熙驾崩雍正即位后 曹家就难逃被抄家的厄运了 关于曹家被抄的原因 无论是政治原因说 还是经济原因说 有些是有据可查的 有些是都是根据历史事实推断的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 在曹家被抄这个事件中 有一个人始终被妖魔化了 这个人就是雍正皇帝 而民间关于雍正采用 篡改依照夺位的传说 是雍正被妖魔化的直接原因 这是曹家被抄谜题 始终无法破解的根本原因 禁读朱家靖先生著作 故宫退实录 书中对曹家被抄原因的解析 让人感觉眼前一亮 朱家靖先生在书中写道 例如文学史上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有不少研究他家事的论主 把曹家被抄 说成是雍正和几个兄弟 争夺皇位有关 把问题的性质 无限上纲上线 已经到非历史真面目了 但问题的性质果真如此吗 如果对清代历史有整体的理解 首先知道 当时雍正是整理全国财政 清理各项关款的亏欠 不是什么专门承办曹家 根据内务府档案可知 雍正先是派李旭替曹家清理欠款 用意是因为李旭和曹家是亲戚 可以设法为曹家弥补 不料李旭反而在江宁之灶 侵吞一笔款 因而遭到重钱 雍正对于曹家的处理 是因为看清了曹英的后背 都是极其无能的 如果听之认之 不但照旧拖欠关款 而且越来越糟 不如给他一个抄家结束此案 实际所抄 并抵不过亏欠的数目 这就相当于 近现代有法院判决宣告破产 于是债务人便不再有任何负担 何况雍正对于曹家 还在北京留了一处住宅 在内务府给了一个主事 应该说雍正对于曹家 还是相当照顾的 朱家靖先生家学渊源 早在故宫博物馆成立之初 即被聘为专门委员 他对清代政治经济制度 宫廷礼仪 服饰 家具 书画 戏剧 甚至美食 都有专门的研究 是著名的青史专家 朱家靖先生 对曹家被抄原因的解析 回答了以前很多学者认为 雍正自相矛盾的两个问题 第一 曹家对康熙皇帝有恩 雍正作为康熙的正统接班人 朱先生说 根据清代宫廷传位制度 民间传说中 关于雍正篡改赵书夺位的说法 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没有理由对曹家兴师问罪 而雍正通过查抄曹家这件事 既执行了当时自己制定的 反腐畅连的经济政策 又帮助曹家摆脱了后代 根本无法归还的基欠债务 可谓一十二鸟 非常巧妙 第二 根据现存档案记载看 曹家被抄没后 其家族和亲友不仅没有受到株连 而且曹府的唐伯父曹仪 唐兄曹琪还有了升迁 曹琪几次得到雍正帝赐予的玉笔福字 恩宠有增无减 朱家靖先生的解析 很妥贴地解答了这些疑惑 而在此之前 专家学者都把雍正处理曹家问题中的自相矛盾 归结为雍正怪癖的性格和卑下的人格 这是历史的对雍正的误读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